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 屯门公路发生通车二十几年以来 死亡人数最多的严重车祸 一辆巴士和货柜车碰撞之后 冲落几十米山坡之下的丁九村 多人被抛出车外 总共造成二十一个人死亡 其中包括巴士的司机 还有二十人受伤 其中三个人危怠 警方已经拘捕货柜车的司机 稍后会落案 控告他危险驾驶 引致他人死亡的罪名 政府就说屯门公路的防撞难 符合国际的标准 先任莫尔端报道意外之后的拯救情况 出事的九巴残骸打横浪了是山坡 介义六五M巴士 连买乘车乘客 冲断屯门公路防撞难 跌落几十米深丁九村后面的山坡 消防救护和警方接捕之后 奉猿郭发人到现场抢救 那边,那边,那边 由于巴士有几十个乘客 山坡又斜 拯救人员要游拯救人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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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无知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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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几十个伤者 满步在丁九村的后山 有几个人更加被巴士押住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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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救出来的时候 后来已经证实死亡 飞行服务队的直升机 也一直在上空盘船 协助拯救 他拿黑胶袋来 黑胶袋来 他拿黑胶袋来 由于死伤者众多 同一时间要把死者和伤者 放在一起 等候拯救人员处理 伤者抬到出村口 当局还要临时在村外 为设立紧急应变中心 急救和分楼 伤者送去四间医院救治 无线电视机 莫远端报导 九八表示 出事的巴士当时正向屯门方向行驶 司机插这条路线已经有好几年 警方和目击者都说 巴士在出事之前 曾经和美徐的货柜车碰撞 53岁的货柜车司机被警方拘捕 方东升报导 雨水 隔十年 连出事的265m号线巴士 看iness 朝早载满乘客 又例遥洗去天水围天行川 當駛到屯門公路丁九段時 實時跌落幾十米下的山坡 有目擊者說巴士跌落山坡前 見到有架貨櫃拖架很貼近巴士 那巴士走得太近 那巴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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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巴士呢 那巴士呢 在山坡前 從小隊的路上 它像岔水一樣 童 earbuds 咬入沙灘 而陈斯威爾 和我跟꼬松 那巴士呢 咬到 fragments 那巴士呢 然後 AK 麥媛媛 那巴士呢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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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巴士浪在山坡 消防車不能進去 拯救時有困難 困難是因為現在在山坡上 小防員要上山坡 也需要帶重型的爆破 和積重型的機械上山去救人 九巴董事長陳祖澤說 出事的巴士大約有兩年車齡 巴士司機在車禍中死亡 他剛剛放完大駕 已經開了這條線好幾年 警方說 懷疑事件是巴士和一輛 在後面的貨櫃車引起的 警方後來證實 已經拉了一個53吋的貨櫃車司機 就是貨櫃車司機已經接受驅控的了 現場來說 我們是有科學鑑證的證據 和現場是有目擊的證人 稍後考慮落案控告他 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的 現在巴士的殘骸 中午前由重型調備車 調回上屯門公路進一步調查 現在吊車和驗車期間 屯門公路往新界方向 部分行車線一度要封閉 加巴士事後拖回小豪灣驗車場 詳細檢驗 無線電視機就在方東星報道 藝先生 由於死傷者眾多 以及事發地點是一個山坊 除了消防和警方派人救援之外 民安隊都出動攀山隊協助搜索 當局更加罕有地在現場設置臨時的停屍間 暫時擺放屍體 汪淑寧報道 除了消防員 警方的快速反應部隊 和民安隊的攀山隊 亦都帶備了繩索搜山 確保無傷者被拋出樹林 已未被發現 救護員就不停由山坡 抬出死傷者 不少人救出的時候已經死亡 要用毛箭或者黑色膠袋暫時包住 除了有大批救援人員 在現場為傷者進行急救之外 亦因為今次死者人數眾多 今次罕有地 設置臨時停屍間安置死者的屍體 那個臨時停屍間就放在馬路 一度擺放了近20具屍體 要到早上10點多才運去醫院 當巴士吊起了之後 搜救人員再徹底搜索過巴士殘骸 原本宅住的地方 確保無人被困才離開 母線電視記者黃淑玲報導 車禍當中的大約20個傷者 分別送去4間醫院治理 醫院採取了災難應變措施 醫院管理局說大部分的傷者 頭部和內臟傷勢嚴重 周少林報導 由於傷者眾多 要分流到4間醫院治理 在荃灣的人濟醫院 大部分傷者都是頭部受傷 要用氧氣罩協助呼吸 嚴重藥就送去深切治療部搶救 家屬趕去醫院了解情況 醫管局說大部分傷者的傷勢嚴重 醫院方面都採取了災難應變措施 社會福利署 民政事務總署等多個部門 在醫院的大堂設立跨部門援助站 為有需要的家屬提供援助 4間接收傷者的醫院 有聯網的資料系統 傷者家屬去任何一間 都可以查到親友入院的資料 而部分的死者家屬 就陸續去到臉防認屍 無線電視記者周少林報導 行政長官董建華在意外發生之後 先後到現場以及醫院視察 他對於這種巴士意外 表示非常之震驚和難過 並且向死者的親屬深切慰問 英文華報導 董建華在意外之後兩個多小時 早上早上九點多趕到現場 他在大批官員陪同下 走上山坡 巴士殘骸的旁邊了解救援工作 警方和消防署向他匯報最新的情況 董建華跟著趕到醫院 其中在瑪嘉烈醫院 他探望了傷者和慧問他們的親屬 政府一定會盡一切力量 幫助那些死傷者的家屬 同樣我也知道 醫院會盡一切力量 去搶救那些重傷的人 和其他受傷的人 至於這個意外 我已經要求廖國長警署 去做一個很徹底的調查 要預防這些事再次發生 政務司司長也都表達了他對意外的感受 很慘很慘很慘 無線電視記者優文華報導 中聯辦主任高智仁表示 中央領導人得知車禍的消息 深表關注 委託他向遇難者表示哀悼 以及對親屬以及傷者表示慰問 政府在前年開始計劃為屯門公路 做重建改善的工程 但工程要到2010年才完成 有立法會議員批評政府 明知屯門公路老化 但也不盡早展開工程 有需要檢討 封佩樂報導 政府在前年向立法會申請撥款 重建和改善屯門公路 包括改用運營土 去更換現有的金屬防壯難 加強道路的安全 預計要到2010年才完成 環境運輸及公務局局長 廖秀東解釋 要用這麼多時間 是因為工程要逐步實施 整個新界西北區的交通網絡措施 我們怎樣可以擔保 我們的居民還可以有方便 去市中心工作 涉及安全的問題 我們一定是已經做的 不會因為這些費用的問題 去延遲 不過有立法會議員就批評 政府明知公路舊期要重建 但遲遲不做 明顯是設計和難本身 是有嚴重的缺陷 我覺得這個問題 不可以不了了之 我想有關政府部門 是要承擔這個責任 馬上檢視現有所有高格道路 那些防壯難 究竟是否因為防壯難 可能是比較不得穩固 是可能會導致這次事故 他説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下星期會開特別會議 跟進事件 無線電視機就在蓬佩納那裡 李俊 這次車禍引發其中一個關注的重點 就是屯門公路防壯難的設計 有學者指防壯難太過矮 不足以阻擋重心高的車 但政府就說 防壯難的設計 符合國際的安全標準 有學者到現場看過之後 說屯門公路防壯難的設計有問題 抵擋不了重型車輛的撞擊 不過路政署就強調 設計是合乎國際安全標準 不是高硬的問題 那個防壯難的損壞 是非常罕見的一個 因為是有三折的防壯難都撞爛了 屯門公路1978年5月 第一階段通車二十多年以來 發生過多次的嚴重交通意外 今年年初就有三輛巴士連環相撞 有85人受傷 而最多人受傷的其中一次意外 是二十一年前發生的 一輛差不多滿座的雙層巴士 在深井段失事撞傷 造成一死一百零九人受傷 二十二年前 深井段也有救護車和巴士相撞 造成大爆炸 意外中